你好,我叫小李 今天是第一次參加 顧爸爸獻金流的培訓課程 非常感觸很深的 就是也是在第一階段的感恩 我想感謝的是 大家陪我一起玩遊戲的 這些朋友 大家跟教育老師 為什麼要感謝? 因為我在每一個人玩遊戲 其實我沒有很專注 說實在我並不專注自己玩遊戲的過程當中 自身怎麼去處置這些錢 怎麼去尋找這些機會 我反而是很認真地看 其他人他們玩遊戲之間的 程序、態度 跟處理金錢的方式 跟對這些投資機會 買賣、貢獻這些 他們怎麼在短時間去分析 要不要買 當然今天對自己這個遊戲的結果 其實第一次參加不到是要買還不滿意 但蠻像我自己個人的這個理財方式 第二階段我們因什麼事件 這個因為還沒有理解 所以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們回答第二項 我感覺到很重要一點 對現金流的敏感度大大增加 為什麼? 今天要參加這個課程 最主要就是要來比對 我現實生活的處理理財方式 你跟我來參加之後有什麼不一樣 那這是當然是日後 參加了今天這個課程之後 回去慢慢去思考 有哪些是真正不一樣 再來慢慢成長 那第三項 這和我的現實人生的相關聯 我要講的有幾點 不好意思會比較囉嗦會比較長 那希望可以分享給大家知道說 每個人的每一段人生 經過今天這段課程有什麼樣的突破 其實我覺得很大的幫助也很重要 第一項就是對社會以後種種的訊息 這相關訊息或許就是像遊戲裡面的大買賣小買賣 各樣各種的投資機會 會高度高度關切 第二項一有資金機會 就會需要馬上增加 給公司收入 這意味著你想在幾歲之後就很爽的過日子 這是我說體會到的 那第三個就是 光靠一個人的努力 真的永遠都不夠 做牛做馬 做到一輩子 像我們的遊戲時間90歲到 沒有增加其他的 非工資收入 就是種種的收入這樣子 損益表 還有資產 不在表這些 並沒有相關再增加的話 一直保持是在0或10% 每個人對自己這個未工資收入的金額數字是不一樣的 那當然只有0到10%的話 真的是不夠 你要很爽的過日子的話真的是不夠 那第四個 反應人生需經驗 經常創造機會 讓自己有機會踏上 而是自己 踏出這個工作圈 就是 第三點所謂的就是 光靠那個努力是不夠的 因為無法跳脫 第五個人 投資機會 需從社會 投資 投資階層接觸 其實我們在玩遊戲 能做到大馬賣小馬賣 反應到現實生活來講的話 就是 你現實生活要接觸到這些 你要跟什麼人接觸 不一定是我們講的是有錢人 是真的要懂得投資理財的人 對 或許說 我們去看牙醫 碰到醫生 你可以跟他聊一下 欸 那 你最近 有 比如說你有什麼項目 你只會看 熱愛你的牙醫工作以外 你一個月那麼多收入 你有什麼興趣 其實這個都可以問一下 或是 其他各場各業 我們都會碰到比較 中收入 中高收入階層的人 其實 這些都可以把它當成朋友 不一定就是 而他就是看牙醫的怎麼樣 其實蠻多機會的 好 那我的分享 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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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